大家好我是M-Nike, 叫我A夢或我E夢 那今天呢是這個活動簡介的部分喔 公主連結每個月會有兩次活動 分別是月初的新活動 還有月中的復刻活動 那這次就是月初的新活動啦 那新活動的時候呢我會有這一個活動簡介喔 我稍微簡單講一下最近這陣子 我個人建議的體力分配怎麼樣 那月中後來沒有做主要的原因還是在於說 因為月中就是刷裝備嘛 你沒有什麼好猶豫的 所以就對就是那樣子 好那我們馬上來看一下這一次的這個活動的部分喔 那活動其實最重要的呢 還是在於可以拿到的碎片的部分 那這一次的這個新年活動呢 可以拿到伊莉亞就是原版伊莉亞的碎片 跟活動的限定角色 是有新年留下的碎片喔 那這種活動的限定角色 一般我自己都會建議說 你至少要有三星啦 就拿到三星 然後呢可以看個劇情啊 拿個劇情的石頭這個樣子 所以基本上呢 這個活動的話 你就是至少要打這個 Hard的1-1 1-3 1-5 那這樣子可以打他九關嘛 然後每天再打過VH 這樣就剛好解掉那個活動的每天打十場的那一個 所以 呃 月初的新活動通常我自己會建議這樣子打 尤其是 有這種限定角色的活動 好那講回來這個 這個新年留下的部分呢 新年留下這個角色呢 其實簡單來說你可以把他理解成就是餐館啦 所以 就沒有什麼 太大的用處啦 他是一個物理輸出角 然後技能組稍微有一點特別導致說他的輸出曲線還蠻奇特的 他開局然後到他那開大局的時候會是一個他就傷害最高的時候 然後他開完之後呢後面就會有一段時間是沒什麼傷害這樣子的一個形式喔所以 呃理論上你想起來會覺得說嗯好像蠻適合打補償刀的 但實際上他在打聯盟戰補償刀的時候表現也還好所以你可以把他理解成是 呃他就是一個物理輸出但他的輸出量有點不夠看然後導致說他有一點倉管這樣子 好那活動的部分呢體力就是投資到這個地方那除了活動以外呢其他可以投資體力的地方就比較簡單啦包含說這一個 呃現機調查的這個部分然後呢包含說這一個支線的部分 那其實我自己個人還是蠻推薦在月初的這一個moment打直線的啦因為 呃你沒有什麼其他的時間可以打直線老實講因為 月中的時候會有這個開新的圖嘛然後新的等級然後Normal加倍所以呢基本上你一定是會繼續打裝備的 那月底的時候呢會有Hard加倍嘛現在來說最近這幾個月Normal加倍都是延續到月底了所以你會 有很長的一段時間現在農裝備的然後即使你有很長的時間在農裝備通常裝備還是不太夠用所以那個時間不太可能打別的東西 然後呢真正到月底的時候呢會有一波這個Hard加倍就是一般的這個Hard加倍 然後在那個一般的Hard加倍的時候呢我就覺得說也是稍微打一下Hard圖啦 那直線就變成沒有時間打那直線最佳可以打的時間當然就是月初的這個時候那我這邊提到的打直線並不是說 呃去打前面的那些你要打的碎片而是說他每個月會開一個新的直線嘛就是會有一個新的直線的活動 那去打掉那個直線的活動是月初我覺得一個 大部分玩家還蠻需要去做一件事情啊那調查打完然後直線任務打完之後呢 剩下多餘的體力你想要投資在活動 那其實也是ok的那再來的話呢就是可以投資在一般的這個Hard圖 也是ok的因為Hard可以農的這一些角色他其實都需要比較長時間農像例如 你想要這個模仿莫妮卡好了你沒有模仿莫妮卡那模仿莫妮卡他現在的關卡數很少嘛 所以你想要在Hard圖把他農出來然後換出來甚至升上五星上專武是需要非常大量的時間的 所以像這種類型的角色呢我自己個人就會建議你就是常態的農喔 那可以利用他的這個掃蕩的這個機制喔就是說你可以弄好幾個分頁就是 例如說這個分頁是我每個月都 我每個月每天都一定會農的然後你可能就選個兩三隻 然後角色很少的 然後呢可能後面再放幾隻就是Hard加倍的時候可以農的等等的就可以多放幾個這一個 套組啦 那這個功能還是蠻方便的 好那活動的部分 體力分配的部分大概就講到這個地方喔那再來呢來稍微看一下這個VHBOSS的部分 那這一次的BOSS的造型真的算是 還蠻超的就是那個 武王的那一隻 牛 金牛座的那一隻 的兼用模組啦然後改了一下造型這樣但是我覺得 對還蠻還蠻好笑的 好 稍微看一下技能的部分 所以UB呢是 一如往常的UB 那最近的活動的UB其實都 差不多啦就是打趴血傷害 所以說 你就算是練度比較低呢 通常那個UB下來也不太會直接秒 但是比較麻煩的是還有這個 火傷狀態啦就是會一直燃燒會有那個dote的傷害 所以如果說你是等級比較低的玩家的話呢 像六星優衣這種角色就會是 你攻略這個BOSS一個還蠻關鍵的部分 在物理盾 的部分 或是這個六星淨流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再來呢這個 普攻的時候呢會是 角色血量的比例傷害這個其實蠻特別的就是 普攻也是打趴血的 然後呢會對魔法攻擊力最高的一名敵人造成物理傷害然後擊退同時暈眩 那這個部分的話就會變成說如果你是比較新手的玩家你用法隊來攻略會比較棘手一點因為他會去 擊退你的魔攻最高的單位 那用物理隊來打的話最好的方式就是說放一個坦克或是輔助類型的角色 因為坦克或輔助類型的角色通常會有一點點魔攻 就是可能20啊或是15這樣子但是 物理輸出的角色通常魔攻都是零 那在你放坦克的情況下呢這種技能就會打在 坦克 或者是輔助角色上面就不會去打到你的破防跟輸出角色 這個是一個雙公主連結的小技巧嘛 我記得很久很久以前坦克是沒有魔攻的然後後來出了魔攻之後 在PVP引起不小的波動啦因為PVP那個時候貓賊很強 然後貓賊會去抓魔攻最高的單位嘛 所以 對其實這個還蠻多事情可以聊的 好 那再來呢他會針對這個一二名造成物理傷害然後還會有降低這個物防 技能發動之後他會降低他自己的物攻跟物防喔所以 在沒有放這個技能的時候他應該會是比較硬比較難打的一個存在所以 這樣子的技能組看起來的話比較新手的玩家應該就是選擇物理隊去攻略 然後呢盡量放一些這個護盾類型的角色可能會可以比較好的去應對他的UV這樣子 好大概是這樣子的boss 那再來就是 當然我的帳號就不用顧慮這麼多啦就是 對隨便放一放 一些buff類型的角色然後放個破防就好 像遊俠松鼠真的是一個 對我覺得遊俠松鼠真的是一個還蠻屌的破防 再放一個buff的角色好了可以放優妮或者是 聖誕千格都是不錯的選擇 因此更有任何人的地方都會是 我們就在這裡 對 我們就把這個打掛盾都給了 我們就在這裡 我們可以打掛金 我們就把這個打掛盾都拿來 我們就不會 AAA 我們就去打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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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誤會有準備 我們要回到聖誕 我們要回到聖誕 然後 最近這個 喔他真的很硬耶 他防禦好高喔 就是最近這個 新年 這個月不是新年活動嗎 然後新年活動出了這些角色真的是 怎麼講我覺得很有戰 就是對於石頭很友善這個部分 可是這個月友善完 然後下個月就沒了 對啊你看他的防禦超級高 他是防禦超級高 因為我剛才狗拳第一拳拿49萬 代表說 呃 他還有 他還有100左右 還有100出頭的防禦 那個松鼠戳下去之後他防禦還有100出頭 所以防禦是真的很高 好 那這個活動的部分就到這個地方啦 那接下來下一集會有講SP的部分 那這一次的SP會有三回殺跟二回殺 所以可能會花一點時間製作 大家就稍微等一下下好不好 好 那就這邊